同學們 我們現在要看的這個題目 是朝陽科大 他們銀劍系的考題 一題25分 上面這一題25分 底下這一題25分 我們在一下子的時間內 就可以拿下50分 因為 像我解第一題的時候 我首先把 x 相關的合在一起 y 相關的合在一起 意思是說 把第一小題乘上 sin x 的導數 再乘上 y 分之 1 就是 y 分之 1 乘上 y 分之 1 也乘上 sin x 分之 1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變成 第一項是 sin x 分之 cos x 比 x 第二項的話 就是 y 分之 2 比 y 好 那每一項都跟 他自己有關 跟 x 有關 跟 y 有關 不會說 x 夾雜 則 y 的話 那就積分他了 好 積分他了 第一項積分他 第二項也積分他 好 不定積分的關係 加一個積分常數 c 給他 然後把 cos x 比 x 合併成一整項 合併成 sin x 的微小變化量就好了 好 沒錯 sin x 的微小變化量 確實是 cos x 比 x 所以左半邊的話 我就寫成 nature log 裡面放了 sin x 好 第二項的話 就是 2 倍的 nature log y 等於基本常數 c 算完了 好 這樣 25 分 好 因為我曉得怎麼安排比較不方便 所以一下子就可以算完他了 如果同學們要用那個 正合微分方程式的算法的話 好 那你可能會有我 5 倍的篇幅 會比較花時間 好 用的方法是比較快的方法的原因 所以我一下就算完他了 好 再看一下 b 小提 好 b 小提稍微有點辛苦一點 但是也還好 好 我們先求他的其性解 好 怎麼樣算其性解呢 是由其性微分方程式來找其性解 y 的 2 次微分 減掉 2 倍的 y 次微分 加上 y 等於 0 從這邊來求他的其性解 好 這是一個係數為常數的問題 所以我可以令其性解為 exponential 的 lambda x 次方 看這邊數是 x 好 代入上面的方程式 代入上面的其性微分方程式 第一項微分兩變 所以有 lambda 平方 第二項微分一變 -2 lambda 第三項不用微分 好 兩部分相乘為 0 因為不希望指數元素的部分變成 0 所以只好安排 lambda 平方 減掉 2 倍 lambda 加上 1 等於 0 好 這個特徵方程式 可以找到兩個特徵根 兩個特徵根都是 1 好 把這兩個特徵根 帶到假設的答案形態裡頭來之後 我就可以把我的答案寫成 有一個答案是 exponential 的 x 次方 另外一個一代進來的時候要修正它 要修正它的方法是多層上一個字變數 x 最後把它疊加起來 好 算數的其性解先放一邊 下一步來求它的 yp 非其性解 yp 好 是由原來方程式求 yp 好 那跟它的非其性像是有關係的 我用帶定係數解答案的話 看它的非其性像是什麼樣的函數形態 我想到的是指數元素會生指數元素 指數元素的違反還是指數元素 所以我令我的 yp 是指數元素的 x 次方的形態 然後給它一個係數 a 是合理的 好 當我這樣令完之後 我要去觀察一下 檢查一下 跟其性解有沒有重複喔 有 有重複對不對 好 只要一重複的話 修正一下 修正方法是乘上一個自變數 乘上一個自變數之後 還要再檢查一下 欸 還重複耶 每重複一遍 加一個 多乘上一個 x 所以這次再乘上一個 x 變成 x 平方了 乘上兩個 x 所以變成 x 平方 帶回原式這樣就對了 好 帶回原來方程式 這是一項兩次為分 a乘上 x 平方 再乘上 exponential 次方 微分兩遍 好 第二項是減掉兩次的 a乘上 x 平方 再乘上 exponential 次方 微分一遍 第三項不用微分 等号右边的话是exponential的x字方 那我们来微分看看 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法则告诉我说 好,A不用微分 来,微分x平方会产生2x 微分直数函数的时候还是直数函数 所以再写一遍这个函数的形态 把共同的直数函数移到外面来 再来两次微分的话呢 好,两次微分的话 就把刚刚的这个再微分一遍 刮五当作一整项 先微分刮五的部分 所以是2加上2x 再微分直数函数的部分 直算数微分的时候 产生的那个1要乘上前面这两项 所以是加上2x再加上x平方 把同类这样提到外面来 好,现在所表达的这种微分之后的形态 做一些整理 应该有些相似是可以消掉的 哪些相似可以消掉呢 有乘上一个x的应该消掉 这里有乘上一个x 乘上x平方先开始讨论好了 有乘上x平方的应该会互相消掉 然后有乘上x一次方的应该也会互相消掉 好,这里有乘上x一次方的相似应该会互相抵消掉 为什么这些会互相抵消掉呢 因为等会右边没有那种相似 如果抵消不掉的话一定是我成的地方算错了 好,一次方的话这有四个x乘上指数环数 再乘上a,4a啦 好,那这边的话有2a乘上-4a消掉了 好,然后放红色圈圈圈的底线的啦 它应该也会互相抵消掉 好,这是 对,这里有一个a要先写在外面来 好,这个的话是一个a啦 一个a 然后减掉两个a再加一个a a加a减掉2a嘛,所以消掉了 好,最后就是只有留下这个2a乘上指数环数 对应到右边的指数环数 所以2a对应到1啦 好,所以2a会对应到1嘛 也就是说a应该是1分之1 好,我的a算出来之后 我的yp就知道啦 不,我的yp就是1分之1乘上x几方 再乘上指数环数的x字方 好,空解要怎么写呢? 空解是其性解跟非其性解的相加 空解为y等于 好,上面的其性解是 c1乘上expx字方 加上c2x乘上expx字方 再加上刚刚的yp 2分之1的x凭方 再乘上指数环数的x字方 好,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拿到50分 这个题目媒体都25分 好,请同学参考